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到看见 刚才的这一幕并不是一次演习 而是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我国海军护航编队一次真实的反海盗行动 看过昨天的节目 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们已经向大家介绍了 目前猖獗的索马里海盗已经对全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所以从2008年的年底 我国先后派出了七批海军护航编队到这个区域去执行护航任务 在去年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特别涉事组也是随舰队一起出征 那么 他们将会遭遇什么呢 2010年5月1日上午10点 正在和潮航舰共同执行护航任务的广州舰指挥室里 突然发现了异常情况 雷达显示 距离编队15海里处 有一艘商船长时间停在海面漂泊 而在商船附近 数量众多的可疑小艇已经将商船团团包围 之所以认为包围商船的小艇可疑 是因为护航海军之道 在索马里 海盗惯用的就是狼群战术 狼群战术本来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纳粹德国海军司令邓尼兹创造了一种潜艇战术 邓尼兹当时派出大量的潜艇 分布在主要航道上 一旦发现盟国的运输船队立即发出信号 群起而公尺 给盟军造成重大损失 如今 这种战术被索马里海盗运用到了截船行动中 一旦目标进入预定范围 群体包围后 被困商船就成为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如今出现在中国海军第五批护航编队面前的这艘漂泊的商船 以及周围有包抄意图的小艇 让总指挥张文旦判断 这很有可能是海盗船试图围攻商船 而疑似海盗船的概念 让所有人一下子警觉了 根据国际海事局统计数据显示 海盗截持商船大多行动迅速 通常只要15分钟的时间就能完全控制被截船支 而他们可以屡屡得手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巡逻的军舰通常很难做出快速反应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护航编队总指挥张文旦马上下达命令 兵分两路 潮湖舰单舰留下进行护航 而广州舰则迅速脱离编队 以最高速度驶向事发海域 直升机组是最快出击的先头侦察部队 机组上携带的特战队员 要以最快的速度查明不明商船的位置 传输被截商船信息 几分钟后 直升机上摄像机拍摄的画面被传回 果然有相当数量的可疑快艇围困商船 导致商船无法前行 而这艘商船的资料很快也从编队数据库中调出 经确认这是一艘伊朗商船 尽管被截商船并不是中国籍 但按照各国海军联合护航规则 中国的海军护航官兵有义务竭尽全力执行解救行动 我们现在抢转 左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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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左10度 方向腰拐脸 时间紧迫 被派往事发海域的广州舰 以每小时30海里的速度高速前进 速度5.3级 驾驶舱里的气氛诸然紧张 人们很难断顶 此次解救行动会不会和海盗船只发生激烈交换 未雨绸缪 各项作战准备很快就去 不久 广州舰驾驶舱里的屏幕上显示出直升机拍摄的画面 一艘可疑船只正在快速行进 似乎在逃离事发海域 指挥员命令 先期到达了舰载直升机 马上对商船进行严密控制 同时发射信号弹对海盗船发出警告 直升机上的特战队员通过不断发射信号弹 向围困在商船周围的海盗船发出严厉警告 海盗船看到中国海军战斗舰驶来 陆续开始逃离 漂泊的船特别容易被海盗攻击 另外周围它有很多小物料 也许是渔林 也许可能是海盗 这都有可能 通过国际训绕 官兵们终于联系上了被围困的商船 该商船由于机械故障被迫抛锚 于是一直在附近等待机会的大批海盗船 风云而上 准备劫持商船 从结果而言 这次解救行动也许算不上惊险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 索马里海盗从登船到劫持人质 只需要短短的15分钟 如果我们的广州舰不能够及时迅速的赶到的话 索马里海盗它的这次劫持行动很可能就会得逞了 所以护航对于各国商船而言 是海盗猖獗的亚丁湾上最重要的安全依靠 每年有超过三万艘轮船经过亚丁湾 因此 这里也成为了海盗活动最猖獗的区域 而护航是指在国际海事组织建议的安全海域之内 各国舰队 护送商船由亚丁湾的一端 驶向另一端 当前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印度、韩国等在内的20多个国家 40多艘现代化的海军战舰 在这片游荡着幽灵的海域上 执行着繁重的护航任务 各国护航编队的起点和终点 则根据情况自行设定 中国海军目前设定的护航集散点 东西长度为548海里 约合1000公里左右 2010年6月10日上午9时20分 亚丁湾西部一处方圆石海里的区域内 来自包括中国5艘商船在内 以及其他12个国家的共18艘商船 正在惊停机器 此次执行单舰护航的中国海军潮护号导弹护卫舰 游易在这些商船的周围 不敢有丝毫懈怠 此前一年 在中国已经向亚丁湾派遣护航编队后 我国的德行海号被劫持 震动全国 事后虽然中国海军派出了正在亚丁湾 执行护航任务的舰队前去营救 但是因为海盗发出了私票威胁 最终中国政府经过长达70天的艰难谈判 才让德行海号的船员重获自由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如今对于每一次护航 中国海军都万分重视 这个海区 在亚丁湾来讲的话 是一个海盗的一个高发海区 也是一个危险的海区 护航海军知道 混杂在渔船中作案 正是索马里海盗的过运方式 而这次18艘商船集结 位置恰恰在海岸线附近 所以周围渔船众多 而护航海军得到的情报也证明 海盗已经通过卫星定位系统 得知了这一次的集结 很多的国家 你这个港口 包括你的船只 货物从哪装 什么时候出发 要经过什么地方 然后最终你的目的地是哪呢 这些信息不是绝对保密的 他就说你从仁敦 或者说从其他的一些 东南亚一些港口出发的 他可能呢 这海盗呢 通过他的一些布线呢 他有一些眼线 在这儿呢 可以获取到一些信息 所以针对这些信息呢 他可能及早呢 就准备好了 然后呢就埋伏在 可能就是说你 护航区以外的地方 有了源源不断的赎金做保障 现在索马里海盗 早已不是当年船上挂的 骷髅集 衣服凌乱 手持弯刀的传统海盗形象 他们肩上扛着火箭弹 乘坐着快艇 手里拿着的是卫星电话 GPS 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 他们也变得更令护航人员 防不胜防 潮湖舰驾驶舱中 有着多年航海经验的指挥员翟宝然 不时拿起高倍望远镜 观察着海面情况 然而由于海上大雾弥漫 能够看到的距离非常有限 商船编队 尽手不见尾 集结行动突然变得异常艰难 此时海面上只能观察到近处的几艘商船 而其他大部分商船都淹没在浓浓的雾碍之中 宅宝然担心 此时若有海盗快艇插入编队 将很容易对缓慢航行的商船进行袭击 一旦得手 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这个时候商船都处于一种停止 或者是低速的状态 而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被海盗得手 而不见看海话有三级 原则也基本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指挥员决定立即派出舰载直升机和巡逻艇 刚刚升空两分钟 舰载直升机就发现了异常情况 一艘可疑小型快艇 正在向边队方向高速行进 然后就通过左手的这个副驾驶去看 上面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危机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交流去判断 我能不能下进高度 索马里海盗持有的 大部分是自动步枪和火箭筒等重型武器 一旦对付空中直升机 就基本都以火箭筒为武器 火箭筒是一种发射火箭弹的 便携式反坦克武器 主要用于近距离打击装甲车辆和直升机的目标 它强大的火力 无疑对于处于低空位置的直升机 构成极大的威胁 因此中国护航编队的直升机机组成员 看到火箭筒都会对加小心 直升机组的成员发现 内走直接朝着升船编队方向高速行进的小艇上 并无任何余据设备 眼看直升机抵径侦探 会要靠近边队的小艇突然转变航架 指挥组迅速命令 除了舰载直升机之外 巡逻艇也要做好战斗准备 因为两台相机相互配合 它可以对付一批直升机 因为它这个机动比较灵活 它可以对付两批 高速巡逻艇是潮河号导弹固域舰的舰载装备 在海盗活动猖獗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其隐蔽快速的作战性能 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作战效果 但缺点是排水量小 一旦海浪大 巡逻艇就像一片树叶 随着海浪飘来荡去 操作手稍微不注意 就有船体颠覆的可能 所以对在巡逻艇上搭载的特战队员们来说 这是极具危险性的 但恰恰是这种复杂的海况 会让海盗有可乘之机 很多看了三米和三米五的海盗 很多的口径船 这个地方你跑得跑去 但是如果在这个海关下 人家可以跑 你那里一点都不能动也不行 幸好僵持两个多小时后 海面天气状况一点点好转 能见度逐渐恢复 在直升机和巡逻艇 双重监视和威慑下 可疑海盗侦察船 终于调转方向远离编队 而庞大的商船编队也开始启航 然而只有几分钟的功夫 官兵们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可疑目标再次出现 一直坚守在雷达旁边的值班战士发现 距离军舰右前方两海里的地方 一艘可疑船只正随着编队缓慢行进 此时巡逻艇来不及返回母舰 直升机也在更远的海域进行搜索 唯一可以对这个可疑目标进行监视的 就只剩下了潮呼号导弹护卫舰 指挥员翟宝然命运 军舰加速航行 直接扑向新发现的可疑船只 因为如此近距离的可疑目标 对缓慢航行的生意船队具有极大威胁 当务之急是第一时间查明情况 短短几分钟 潮呼舰来到了可疑船只旁边 随后战斗舰奉缓慢速度与它并行 这么做是为了以潮呼舰巨大的静体 将海盗船隔离在冰队的另一侧 即使它有攻击企图 也没有机会靠近伤船编队 机动到可疑目标的这个附近 拦阻它可能穿越 可能穿越编队的寒线 把它与这个编队 或者背乎编队隔离起来 它也确保背乎编队按照通过 这艘可疑海盗船 并没有对庞大军舰的到来 表现出任何惊慌 当距离近岛船上的人员清晰可见时 沐船没有任何可疑举动 但指挥员翟宝然 却从小船上装的油桶上 看出了问题 它一般是属于海盗的后勤 附近船 它没有什么余据 这个人也不多 但是它拉了大量的油桶 油桶它主要是给外面的小船 海盗船根据补给供应 这艘木质渔船 很有可能就是给劫持的快艇 进行补给的 对此 潮湖舰在严密坚持的同时 首先要发射信号弹去警告 根据惯例 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 一旦发现可疑海盗船只 开始并不需要强大的舰载武器 进行火力打击 在被特殊情况下 通常只通过信号弹 或者爆震弹等形式来提出警告 展示战斗舰艇的武力威慑 达到驱逐海盗的目的 发射红色信号弹 是一种最为温和的警告方式 而爆震弹 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武器的 非致命性武器 如果激发距离接近目标 爆震弹发出的强烈闪光和巨大声响 可以使人的视觉和听觉等神经系统 受到干扰 从而达到使人员丧失攻击能力的目的 果然在发射两颗红色信号弹后 可疑海盗船只开始撤离 随着商船编队缓缓航行 可疑目标船只渐渐的被抛在后面 商船编队向三条长龙 从西向东缓缓前行 看过前面的护航过程 也许有人会说 护航只要严阵以待就可以了 严密监视加信号弹警告 不见得会有激烈的火片 可谓有惊无险 但是对于护航的中国海军来说 自2008年年底 中国第一次向这一个区域派出护航编队以前 他们从来没有过和索马里海盗面对面的交锋 而海盗们并非手无寸铁 商船一旦被劫持 就意味着护航失败 如此重任 绝不轻松 2009年4月6日上午11点 中国台湾旅船 文发161号 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发出最后的求救后 被外界失去了运气 经过国际社会多方努力 2010年2月11日 已经磨难的文发161号 终于可以回家了 正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将执行接护 文发161号的任务 台湾就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预传的水 台湾的预民都是我们的同胞 我们有义务 也有责任 对他们进行 援助 截护 其危险与复杂性 丝毫不亚于应对一次海盗劫持事件 倘若要接护的船只 在平安离开之前 被其他海盗团伙再次劫持 那不仅是奇耻大主 更是绝诈的损失 而文发161号的接护地 恰恰在海盗的老巢 加勒加德港内 那里仓有多个海盗团伙 这艘船呢 它当时有严重存在着 被二次劫持的可能 如果真正出现了 被海盗第二次给劫持了 那就完了 指挥组遇到的另外一个难题就是 接护之前 护航兵队对文发161号渔船 所掌握的资料实际上并不多 除了基本信息外 只有一张可供解救参考的渔船照片 我们必须要做到百分之百的成功 不允许有任何一点的闪失 按照部署 在接近接护地域时 直升机组迅速升空 寻找文发161号 这一天海面风大浪大 视线不清 升空后的直升机下降高度300米 才在指定区域上空 发现了接护目标 但发现的目标 让指挥组一下子紧张起来 因为文发161号 并没有按照约定 向预定方向航行 反而拖带着海盗小船 驶回岸边 这种突发情况 让指挥员感到非常意外 最坏的结局 就是海盗之间发生的火 并影响到我们人际的安全 影响到我们整个船身的安全 造成船轨人往 指挥员迅速同上级部门取得联系 对文发161号渔船的释放情况 尽情确认 经确认 海盗确实已释放被截船只 但有这种异常情况 是因为此前有国家 在海盗释放人质过程中 出现过问题 海盗把这人质也放了 结果法国开枪了 把海盗都打了 海盗现在以后就不得不防了 我得绝对安全的撤离 我得搞一艘船掩护我 指挥员们分析 海盗唯恐释放台湾渔船后 遭到军舰袭击 所以命令文发161号 先将自己送回岸上 然后才让文发161号渔船离开 文发161 文发161 中国海军 五两六线叫 文发161 文发161 中国海军 五两六线叫 在接户过程中 高频电话里 依然没有文发161号的任何回答 而就在这时 直升机组报告 有一艘快艇 向文发161号高速接近 有一个海盗船 高速向他过来了 他准备在接他 高频电话一直没有应答 紧急时刻 指挥组立刻下令 命令直升机继续下降高度 直接对小艇实时驱离 进行了打信号弹 警告他 警告他还不行 我们打着暴震弹 打着散发什么暴震弹 他一看 那个暴震弹 打出以后 他面比较广 这一次 海盗 他害怕了 所以掉头 对着海岸 就跑了 小艇的离开 让指挥组稍微松了一口气 当务之急 是尽快和文发161号取得联系 突然间指挥员想到 文发161号的船员 说的是闽南话 听不懂普通话 于是立即找来 建厂的福建籍干部 萧春佳 进行再次呼叫 终于在漫长的15分钟后 高频电话里 传来了船长的声音 从我们护航官兵的 发生魅心的感受来讲 毕竟是台湾的同胞 直接上执行这个任务 我们的官兵是抱着满前的热情 是抱着非常大的希望 船员们纷纷跑上甲板 对护航官兵们表示感谢 这是在经历了十个月的 艰难岁月之后 重获新生的那份喜悦 那天恰好是在除夕夜的前一天 在护航的大半年里 有一组数据可以勾勒出 中国海军官兵的生存状态 距离最近的陆地 一百二十五海里 距离中国领土 四千四百海里 平均每五天和家人 通一次电话 每次通话的时间 不能超过十分钟 是啊 很辛苦 很熬人 和陆地一样 大海同样需要和平 秩序 正义和法则 在海浪猖獗暗流汹涌的今天 我们的军人们 没有辜负他们的使命 也没有辜负大海 对他们的邀请 感谢他们 祝福他们 毕竟出来 而且是远离这个大陆那么远的地方 所以这个对我们个人 它自身要求也需要很多 需要我们掌握的一些 个人的这些工作技能 专业技能也相对要高一些 非常烫 不是一般的烫 最高的 就是我们在在考自清时候 中午的话 最高温度可以达到八十五度 是个女孩 又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执行护航任务 索马还挺适合女孩的名字 在索马格格 她觉得挺好的 我和我们这个团队 整个工作团队 我们的理念 我当时总结归纳出六个字 三个词 第一个就是要拍你 第二个温暖 第三个高牙 很多战士甚至跟我们讲 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就觉得这个狂时段 太短了 过得飞快的 甚至有些时候 我们能不能再执行 下一批任务 这种状态 正是我们所说的 老公非常高兴在这里跟你说话 希望你能够安心工作 努力的工作 比你完之好 就希望交给你 交给你的美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